YA 我興奮了 我們終於來到日本了 是的 經歷過這兩年零九個月 我終於可以再坐飛機了 沒錯 現在我們進機場 和之前是完全一模一樣 已經不需要再登機場才進去 無論是送機或接機 都可以繼續進去 讓遊客少了一點 因為我們之前去巴黎的時候 是需要登機 先登機才可以進去機場 是的 現在機場也有這麼多人 只是沒有外國人 現在去日本就不是用了SOS 直接用一個Fiza Japan Web 你一定要填好它 然後才可以入境 裡面最主要你要入資料 要有你的護照 還有要有你的針紙 其實你在香港 出發前的兩天 你去搞都可以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預搞的都要搞半個小時左右 因為你要上載了護照 然後要等 然後才可以上載針紙 前前後後 其實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還有它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繁體、簡體、英文、日文 所以其實你只要用電郵 去打開那個賬號 然後你進去就會搞到 還有最重要的是 記得將它的網站 然後就新增到你的iPhone的版面 那裡 我可能試辦給大家看 之後我們現在就可以出發了 我們因為會去北陸拱應鐵路那邊 即是用它的帖子去金澤 輕井澤再過東京 所以其實都要買的 但是要提醒大家 其實在香港買是便宜一點的 是啊 是啊 我們在旅行社買的 是啊 當然它也有其他銷售點的 我們會在下面 給你們的連結 是啊 那我們就把連結放在下面 然後之後 過來機場 去JR站那裡 就可以拿的了 接下來我們再有什麼新的資訊 就再分享給大家看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拜拜